大家好,我是约翰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 而且在我们古代农村经常会有 远亲不如近邻 又或者是说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这样的说法 但是热情归热情 约翰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度的存在 有些东西要有一个度的存在 不能越借 那么今天呢 约翰就和大家分享的一句俗语 就是钱有三不借 路有三不踏 离有三不随 首先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 钱有三不借 之前呢 和大家分享过曾国藩的借钱观 曾国藩说过 不能借给有钱不还的人 也不能像没有钱的书生 催债 那么农村俗语里说的 钱有三不借 是哪三种呢 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 负债的人你不能借 因为有很多负债的人啊 一般都是因为 好吃懒做 不求上进 才导致没有收入 那第二呢 就是不讲信用的人 你也不能借给他 定好了时间 还钱 但是呢 没有还 那这个呢 就会伤害 彼此之间的感情 第三种呢 就是你不熟悉的人啊 你也不要借 因为这样的人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人品 还有他的德行 万一品行不好 不还给你了 岂不是要吃大亏了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路有三不踏 路在哪里呢 路在脚下 有一种路呢 就是没有人走的路 这一点放在我们现在的话 对于很多喜欢挑战的人来说呢 可能是一个新鲜的事 但是呢 在古代 这个比较封建啊 封建的思想 是不开放的一个年代 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人走过的路 就是危险的 那第二种不走的路 就是不熟悉的路 这一点 我觉得放在爬山上 是很合适的 不熟悉的路啊 最好是不要走 以免到时候迷路了 被困在山上 那就很麻烦了 第三种不能走的路 就是危险的路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里有三不随 随理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是很常见的 这是亲朋好友之间 一个联系方式的一种 不过呢 约翰觉得有三种理 不可以随 很认同 那第一个理就是 没有邀请的理 举个例子哈 就是说 一个你很久 没有联系的朋友 突然在微信上 给你发消息说 他要结婚了 希望你呢 参加婚礼 那约翰觉得 对于这种理呢 我认为是 干脆你就不要随了 他的这种行为呢 根本就是无心邀请你 所以呢 你也不用去 碍于面子 去随这种理 第二种就是 不道德的理 在古代的农村呢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 一栋房子 盖三层 盖好一层 办一次酒席 邀请村里的大伙 都来参加酒席 那这个呢 可能是需要带礼物的 老话讲究啊 再一再二不再三 我觉得像是这样的理啊 你随一次就够了 多了 约翰觉得就不道德了 第三种不随的理 就是 有去无回的理 中国讲究一个 理上往来 但是 不是每个人 都这么认为的 也有一些 信言比较小的人 如果说 你随了他的理 他没有给你回 我觉得你下次啊 就不要再随理了 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很多东西都在变 但是老祖宗 我觉得留给我们 一些经验啊 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正所谓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所以啊 我觉得大家 能听还是 多听一听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有什么 想听的农村俗语 都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 和我留言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